講對兩話 國務部學長的建議 總統馬英九和民進黨主席所 正常都已經同意要舉辦辯論 由公共電視 府主要請四大部 跟中央社作為開會來討論 以及九月分會舉辦 兩話 國務部學長簽訂過後 平常講不完 國會也是差差鬧鬧 現在總統馬英九和民進黨主席所 正常 決定要講對兩話 國務部學長的議題來公開辯論 馬總統已經真是總統府的 有必須長陸提供 來作辯論的 涉調聯絡陣 陸提供表示 府方對辯論的形勢 不可以得到 希望就此向人民 說明清楚 國家中台公共政策 本市請典 國保學長會 好派出 而且民進黨發言 曾經王敏昇表示 所正常會在辯論會 尤其受到英雄三雅 好發聲 要讓馬英九真 聽到人民的心聲 主席也因為走訪過這些產業 能在辯論上可以好好的幫他們發聲 也希望說借當的機會 讓馬總統可以聽進人民的聲音 公共電視在最近也要請四部 幾下開會討論 一定在九月共同基盤 這張辯論會 馬索 給我辯論就要頂頂 而且曾民進黨的主席蔡英文 向馬英九拿出的國際會議已經破局 這也顯示在民進黨內部 所正常會再拿回來 議題主導款 這是黨對黨的事情 我們讓我們樂團繼承 那我們對蘇主席有信心 而且蔡英文的辦公室 表達對索金昌和馬英九 辯論的信心 六件兩黨的領袖對位 但是 反讓國團體發出聲明 還表示 馬索辯論不應該 出台公民參加 馬政府 應該先公佈 讓國學議會 將紀錄和上方 王來文章 照辯論的基礎 而且在國會心意正前 有機會拿出配套應應的措施 記者 綜合報導 記者 綜合報導